吃喝玩乐有学问 Toleto是什么意思啊 Toleto是一个西班牙文 它是这个西班牙早期的这个首都 我还以为是料理之神的名字 欢迎你来 大家早 大家早安 因为Toleto它的这个背景非常的特别啊 它是中山大学财务系毕业之后到英国伦敦大学去念书 对对对 然后呢 为什么变成厨师 就想不开嘛 时不时后 因为我在IT产业就是包含工作 后来出国念书都在做跟网络相关的东西 做了十年 觉得有点倦了 就是如果要找一个 我做一辈子都会有兴趣的事情的话 我想肯定不会是做办公桌 是 对那因为我们一家都爱吃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有一件事情会让我一辈子都想做的话 那应该就是吃了吧 是哦 所以你十年之后转业 然后所以是因为你的家学渊源的关系 我的两边的这个祖母都非常会做菜 都是大厨的 当然他们不是真的在厨房工作 所以你从小是在那个美食中长大的 对对对对 我的我爸爸的妈妈 她是我们去哪一家餐厅吃饭 然后那一年的过年 年菜那个我们觉得最喜欢的菜 就可以上桌的那种 那个天分 对对对 阿嬷 然后另外呢 那我外婆她是因为客家人嘛 所以她做很多的这个烟菜 非常厉害 我们每年都是吃自己的梅干菜 吃自己的烟瓜 这样子 那就是 当然有一部分也是这样从小养成的这个经验 所以让我觉得做吃的时候感觉好像还蛮得心应手 所以你从小就跟着这个外婆跟阿嬷 这个在厨房里面赚来赚去 赚来赚去 但是我真的开始做菜是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因为穷学生 一个人 对不可能常常去吃馆 那就住在伦敦那个什么都很贵的地方 最便宜就自己住 对那刚好我住的地方 就是很靠近英国的这个伦敦的鱼市场 就是在那个天菜大厨的电影里面有出现 是哦 Binning Skate Market 那就我们会早上搭第一班地铁去那边买 很便宜的生蚝 一大箱 25颗 大概是法国的标准 大概2号到3号的生蚝 这个一大箱 只要这个大概500块台币 就一颗大概20几块台币 很便宜啊 那我们就常常去买这些海鲜回来煮 所以开始做料理 三年前你转业 嗯 对 可是你转业很快 你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现在在做分段料理 而且在做我们的校园的银阳午餐的大改革 那因为你留学伦敦 大家难免都觉得你是不是真的受到了这个 Jimmy Oliver的这个所谓的食物革命的 熏陶啊 跟启发 嗯 他的这个食物革命 其实在美国是失败的 不只在美国 在英国其实也是很辛苦 到这一两年才慢慢开始翻转 嗯 对 那他 当然 说没有受他影响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他确实是 呃我做吃的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算是 idol啦 嗯 就是一个偶像啦 好就是两个英国厨师一个是Jimmy Oliver 嗯 另外一个是Heston Brumantle 嗯 就是刚刚好一个就是做很传统的简单的地中海料理 是 另外一个是做非常非常现代的现代料理 嗯 这个Heston Brumantle的餐厅Fedduck 嗯 这是两度拿到世界最佳餐厅 是 所以在我开始做料理这件事情以后 我也是朝着这两个方向 一部分我们从推非常推崇呃自然 然后没有什么添加的风味 嗯 但另外一部分我们用非常多的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烹饪 嗯 对就什么东西他大概要煮多久煮到几度 是什么样子的口感 我们有很明确的记录 嗯 所以虽然说我们很菜 可是我们在做这些料理的时候 嗯 我们都还蛮能够精准的掌握到这个最好的口感 嗯 是 所以你现在有一个餐厅 这个餐厅就是 嗯 这个 The Match Kitchen Lab 就是 嗯 这个 对位厨房料理实验室 其实这个 用白话语来讲 它其实是餐厅 它其实不能算是餐厅 嗯 因为我们没有开门做生意 那怎样 我们其实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研究 嗯 就是什么样子的料理 该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做烹饪 就 盆灌中西 中餐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大改造的动作 嗯 那当然我们这个为了要这个户口饭吃 所以我们偶尔会开放 就是让这个客人来 定位 预约定位 嗯 这样子 但是 那所以你如果有一个一桌定位 嗯 这个定位是 嗯 可以上网去定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一定要打电话 我们很低调 哦 给 啊打电话 那 我们要先做身家调查 所以网路上面是对位厨房料理实验室就是The Magic Kitchen Lab就是呃 如果跟你呃这个定位之后你们的典型的这个呃八个人到十个人的的食谱是什么样的料理啊 像中菜也可以做西菜也可以做 所以我们会反过来问客人说你想吃什么 嗯 你想要吃泰国菜 诶我们也略懂 哦 然后你想要吃意大利菜 诶我们做的也还行 嗯 那中餐我们更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研究 你不是才开三年吗 对啊 才转业三年啊 我们是每天奋高计轨的在 你有去读料理学校吗 其实没有耶 嗯 因为我的偶像Haston Pemento 他的人生的第一份厨师工作 就是在他自己的餐厅 所以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去迈进 我们用大量的阅读跟资料收集 嗯 还有大量的实验 嗯 讲一个有趣的事情 我2015年1月18号 嗯 开始了这个对位厨房料理实验室的计划 嗯 那么那一年里面啊 我们光拿来做实验的牛肉啊 嗯 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 加起来大概快十万块钱 就光牛 就我一个人 嗯 然后光做 实验的牛肉要怎么样煮才好吃 我们就大概丢了十万块钱的牛肉的这个这个计划上 你为什么要实验呢 因为很多人已经有经验了 他就可以告诉你啊 这个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人喜欢自己去开发东西 对不对 但是如果这个市面上已经有智慧型手机了 那你干嘛去开发智慧型手机了 那既然已经有美味料理那么多的大师都在前面了 那你干嘛还要浪费你的时间跟你的食材跟你的这个啊这个味觉去呃 一个个找出来用土方法做 用土方法来开发你的食物是一种可靠的方式吗 其实还真真没有那么细致的资料 嗯 来告诉我们说煮牛肉面的时候那个牛肉到底是要用几度的温度煮多久 是不是要加压是不是要放这个烹煮的液体进去 所以我们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呃像呃最近台湾很流行的这个一个叫苏V 这个一些 苏肥 对一些餐饮业前辈把它翻译成苏肥法 好那这就很有趣了 有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时间 还有你里面放什么东西 三维的这个呃变动的这个这个状况 可以让你去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挑战 这就是人家大师厉害的所在啊 人家用眼睛看 用手摸啊 用鼻子闻就知道了 而且那是人家的秘密啊 所以我们比较菜 我们就只好从零开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嗯 这个Tolando红昭盛有很大的这个志向 他从科技业转战这个料理界 也不过才三年的时间 要成立这个嗯 一个所谓的营养午餐的革命 那这个营养午餐的革命 好现在正在募款 已经募款完毕了 结束了结束了 募款完毕 你就要怎么样的进行 那呃这个呃 饮食其实它有美味跟营养嘛 啊那当然它 饮食其实是一种价值观了啊 它是一个文化 那你怎么样把这个价值透过数据来展现 你怎么去说服大家 等一下我们来请教你啊 就是说你的募款是在网路上 Fly in V上面 募款你的诉求是什么 好呃基本上 当时为什么人家要给你钱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 呃我们称这个对话叫做五食对位计划 就是中午我们希望能够吃到丢米的食物啦 嗯 这不是一个一年短期的计划 它是一个十年的计划 嗯 我们有一个最终目标 我们最终目标是每一个台湾的孩子 都可以吃到新鲜的 嗯 美味的 嗯 营养的跟安全的 嗯 食物好 那呃 当然要做到这件事情 有个很基本的条件 就是当然每一所学校需要有自己的厨房 嗯 就近烹饪 嗯 所以你可以在最新鲜食物 还是这个烫口的时候呢 就能够让孩子吃到 嗯 而不必靠现在很多其实是靠中央工厂 能够在运到学校去 当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下的办法 因为要这个新建厨房 需要很多的空间跟很多的资源 嗯 所以现在当然还有很多的 特别是在都会区的学校 嗯 仰赖所谓的统餐 OK 好 那我们希望能够每所学校都有厨房 嗯 烹饪好的料理 你是透过你自己的方式 跟学校对话吗 这个 学校来找我们 一般Fly-in-V上面接受你这个募款 愿意出资的是哪一类的 其实很多耶 很多都是家长 哦 他们很关心这个预级 这是一个概念 就是很多家长对营养午餐是 呃 有高度的焦虑跟观察的 是 所以你总共募了多少钱 我们 这第一阶段我们总共募了64万多 64万要进行什么样的营养午餐的改革 我们大家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没有14万多 说少也不算少 但是说多也不多 这样怎么样进行的 相当不多 一样午餐的改革 那我不是要故意浇他的冷水 而是 Jimmy Oliver 他的这个校园的 食物的改革 文化的这种 这个 尊尊教会 在英国跟美国 其实最后都是鲨鱼而归的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的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在台湾 所谓的料理 那他这个料理的内涵是什么 料理的方法又是什么 其实每一个不同的年轻人 都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开发 我们在吃喝玩乐有学问当中 访问了非常多的年轻人 他们都 从他们的专业当中 转业很多 从科技界转业的也非常多 那怎么样去 把科技的知识 跟科技的背景 放在料理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等一下再来 请Tintolento来告诉大家 今天呢 他说他 把他的奶黄酥带来 因为这是你们的 招牌典型 那这个招牌典型 是用数据做出来的吗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假了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这一个 Torrento他是 在中山大学你是读财务 然后在伦敦大学读 科技创业 很特别的一个科系 有这个科系 然后后来他现在在做 科技式的在做料理的创业 跟革新 他所成立的这个 对位厨房的这个料理实验室呢 是接受电话订单 可是呢 要调查身家 好 不过不管怎样呢 这个Torrento这个红招胜 他正在进行的是一个 营养午餐的改革 而这个营养午餐的改革呢 是希望用不同的这个 明其林的分段料理的方式来做出 其实又价格合理 又美味 又营养的营养午餐嘛 那现在你募款是64万 要推动当中 不过我们讲这个吃喝玩乐 本来就是要先介绍美食 你的奶黄酥跟樱桃酒巧克力鸭 到底是怎么样是做出来的 他真的是用你的科学数据 来这个开创出来的吗 有食谱吗 当然有食谱 像奶黄酥我是因为刚好有一个 缘分跟以前半导酒店的主厨 奶黄酥平常长的是这个样子吗 通常它会比较黑一点 好那就是它会双上蛋黄去烤 那因为我希望呈现的 就是很原始的风貌 所以我们的奶黄酥 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第一个 我一定是当天先烤 早上五点要 我也是当天先烤 所以我们节目七点半开始 他带了这一盒 就刚刚烤起来 是证明说这是今天早上烤的 今天早上烤的 而且他已经凉了 可见了你很早就烤了 好辛苦啊 这个奶黄酥里面是什么 奶黄馅 奶黄馅 对 烟奶跟咸蛋黄 是 你刚刚说是半导酒店 对 半导酒店奶黄酥很有名 对 那刚好他们其中 之前的一个主厨 刚好有一年到台湾来 就是客座 那么他就 我就跟他学了半年 那我在跟师傅讨论的时候 其实就在讨论说 为什么我们在外面吃的广式月饼 都是那种软软的 那他其实说 其实这个广式月饼啊 只有这个厨师 就是甜点师傅 在工厂里面做这些师傅 可以吃到最好吃的 为什么 因为香港人喜欢吃回软的月饼 对 那回软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工业化制品之后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把这个月饼 这么快的削完 那他放过之后 因为那个馅的油 会慢慢渗透到皮里面去 就会软软的 可是像我的师傅他也觉得 其实吃久了 我们自己品尝的时候 会觉得其实 酥松的真的比较好吃 那我就去研究说 好到底要到什么样子的状况底下 它可以让这个奶黄酥的口感 真的非常非常棒 毕竟这些东西都不便宜 对热量也很高 所以要吃这样的东西 我们当然希望吃进去的时候 是最好的口感 那我们就会去研究说 好像一般的这个奶黄酥 我们市面上买到 大概都放了三五天以上 对因为你做好包装 这些东西 出货到市场上 大概就三五天了 但我们是 不管你早上五点钟 来跟我们取货 或者是半夜十二点 我一定是当天烤 那你当天在 那第一个24小时里面吃的时候 它的口感是外酥内软 然后里面的馅是 非常非常的滑顺的 但你放过之后 你放第二天 它就会有松 但是不会酥 所以它的有效期限 只有一天的 最佳赏微期限 只有一天 好那这个奶黄酥也是 所以它的这个成分 搭配比例 都是 当然有很基准 有很标准的配方 但我们有自己设定 去调整过 所以它跟半导酒店 也已经吃起来 是不一样 好 那还有一个樱桃酒巧克力 鸭 这个是 为什么 巧克力跟樱桃酒 放在一起 其实这个在法式料里面 还蛮常出现 就近代法式料里面 蛮常出现 这样子的混搭的风格 倒不是说我们 怎么样子 独创这样子的东西 对 那只是说 我们在做这个料理的时候 当然鸭胸 我们是用这个 现在很流行的这种 低温烹饪的方法来做处理 那我觉得 这个鸭胸 第一个它会比较 这个 因为鸭肉的那个 铁的味道 会比较重 那我想要搭配一些 这个有趣的风味的时候 我就思考到说 其实好像跟巧克力 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是 那因为巧克力 我们会挑中 有一点点苦的 所以你在吃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更显得 那个鸭肉非常的甜 这是你的创意菜 对 好 这个是要 通过生亚调查 然后这个 得到你的定位准许之后 再可以在你的 对位厨房料理实验室里面吃到 好 但是呢 这些 这个常年累积的 精心的 概念跟实践的 这个经验呢 将会在 50对位 也就是鸭鸭午餐的 米其林大挑战 翻转学校厨房的 美味革命里面 会展现出来 是 我举几个例子好了 就是像现在的 学校厨房里面 假设我今天要炒一个三杯鸡 这是很家常菜的东西 很容易在午餐出现 那厨房阿姨就开 一大早就要开始把那个菜 弄弄搞搞弄好之后 然后开始 爆香那个姜跟蒜头 然后鸡肉丢下去炒 好 那500人份的三杯鸡 跟家里五口吃的三杯鸡 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500人份的三杯鸡 加起来可能就60公斤的鸡肉 所以在翻炒起来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我们在第一现场 看这些厨房阿姨 很多都是带着护腰啊 然后 手也受伤 腰也受伤的 好 那 可是这样子这么辛苦的做 这么认真的做 做起来的成效 常常会造成像这个肉 很容易干柴 好 那 那我们就看就 怎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这个工作流程 更简单 而且肉更好吃 是 好 那 很简单的方法是 学校一定都会有蒸卤 因为我们台湾人 喜欢吃饭嘛 所以一定会有蒸卤来蒸饭 那其实那个肉 我们稍微腌制一下 大概在蒸卤里面 15到20分钟 它里面的那个中心温度 就一定会超过 所谓的安全温度 大概绝对超过 75度到80度 好 所以代表这个肉 其实就算你不炒它 你也可以直接拿起来吃 是安全没有温度的 那既然都已经炒熟了 我们再丢到锅子里面去 是不是就只要处理 它的美味就好了 我就不需要管它熟不熟了 所以时间就可以很短 所以你的意思是 本来阿姨这样子 很累的翻炒 是想把它弄熟 对 然后你让蒸卤先把它弄熟 对 然后再放到这个锅里面去调味 翻炒一下 这个跟米其林的这个 所谓的主厨的分段料理 是相match的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概念 在高级餐厅的厨房里面 那这个厨师在备餐的阶段 就是比方说六点开餐 以前的时间都已经开始在做烹饪的工作 不是六点客人到才煮 那一定来不及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在做签字作业的准备 不同的厨师 他们会有不同的工作 专门做蔬菜的 专门做肉的 各式其职 最后客人来了之后 才把这些菜组合在一起 所以你要让营养午餐的做法 我们传统的那个家庭的小炒的做法 是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把它这个组合起来 那味道是一样的吗 味道 基本上味道这个厨房阿姨 比我们更了解小朋友喜欢吃什么味道 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改变它的烹饪流程 所以他要把厨房改造 不用 原来的厨房就可以是概念 就是他的工作的分阶段 所有的食材 所有的这个料理都可以用这个方式 分段料理来处理吗 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保留一些传统的工作方法 但是像这种我们讲 就是比较辛苦的工作 我们就会透过这种蒸炉烤箱 来帮忙 大量加热 好 如果有学校的营养午餐 希望能够改革的话 就可以跟你联系咯 是是 只要上50对位的粉丝团 留言给我们 我是北部可以有9千元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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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我们可以 这些场面 是 这些场面 000 或 strong 就能够 是 这些问题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